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事长 这三道菜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师父 没人会做 难道是古顺师弟回来了 不可能啊 他怎么会跟谭家兄弟开这么一个店子呢 董事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是叫 套债的来了 倩倩 你怎么来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我倒要看看这个打马楼有几斤几两 敢跟我们立群较量 什么好吃的 倩倩 你慢点吃 倩倩 你怎么啦 他竟然说 做会这几样菜 第一做给我吃 味道怎么样啊 许大经理 很好 但是谭向阳不是我 我们立群不会输给你的 谭向阳 确实不是唯一 但我打马楼是唯一 不会让那个所谓的立群 恢复我本来的面目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想张董事长应该明白吧 我会把属于谭家的东西 全部收回 你就是我 是我抢走了打马楼 你抢走的岂止是打马楼 还有我爷爷的命 你敢说出来 我爷爷是怎么死的呢 爷爷 他到底在说什么 倩倩你别问了 你先回立群去 不 我要知道是为什么 我跟打马楼有什么关系 老子 这中间有误会 什么误会 你敢说当年不是你落井下石 连一块招牌你都不放过 害得我爷爷走投无路 跳河自杀 大伟 你干什么呢 你让他摸着良心问问自己 他的家产到底是谁的 老子 樊相伟 你还想说什么 行了 你整个客人呢 哼 我才不怕 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另一群犯罪的章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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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老台 有客人来 来了 谁啊 你们是 像你师父 没眼见 还有点像秀梅呢 二老师 我是你爸爸的徒弟 我叫张慧泽 你妈妈没跟你说吗 我是你四平阿姨啊 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谁来了呀 张慧泽 你妈妈 你们还好意思上我们家来呀 这么多年 我们是应该早点来找你们 早点来看你们的 是啊 这么多年 你们去哪儿呢 怎么没有一点音讯呢 你妈妈她还好吗 你们走吧 不想再看见你们 文华 文华 你对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你们走嘛 你们走吧 我们将老台这样对待你们 已经是很客气了 这是为什么 我跟你妈妈 是最好的朋友 你总该让我见一见她吧 还见什么见 我婆婆早就不在了 她不在了 那 有什么事情 咱们总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吧 还有什么好谈的呀 你们走吧 我们 去给师父生物磕个头啊 磕完头 我们就走 你就是那个大土地张慧泽呀 进去 进去 进去干什么 我长那么大 还没有见过坏人呢 原来坏人 就长你这样啊 你说我是坏人 是啊 我爷爷就是被你逼死的 还有我们家的财产也是被你霸占的 我爷爷有三个徒弟 最坏的就是你 你这是听谁说的 老张 你看 是的 是不好把菜 谢谢 你们怎么会做这个菜呀 这是 这是她专门为儿子做的 八把菜呀 这个菜呀 是我们家的铺门菜 我们叫爸爸菜 你个臭菜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不要打了 你个臭菜 不要打了 我请你 不要打了 小慧 小慧 你是 小慧 小慧 你回来了 怎么去呢 你们怎么还有胆子来我们家呀 我回 小慧 你过来 你给我进过去 你们给我出去 文华 刚才不是说要好好谈谈的吗 出去 让你们走听见没有 文华 走走走走 你给我听着啊 以后 别再踏入这个门一步 你永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们 老子 我们走走走 出去 走 老庄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小阳 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以后 再也不许跟那个许倩倩来往 早跟你说了吧 我不听 妈 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 再说 哪怕是有一点关系都不行 还有 把那饭店给我关了 妈 你气糊涂了吧 我昨天才开这张 你今天让我关店 你不开国际玩笑啊 你这 好 不管也行 换个地方 你们都有病吧 都这时候了 你们还要扯什么换地方呢 怎么的 孙老板的钱不是钱 你们当过家家呢 妈 我说得是 她对这个事情费了很多心思 而且吧 这两天生意还不错 我说换就换 总之 离张家越远越好 为什么呀 我们离他们远 为什么呀 我们又不欠他们呢 我们怕什么呀 我们做我们自己的生意 不惹他们就是了 你不惹他们 他们会惹你 再说我们已经没有了 孙霞 好了 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事了 我又睡觉去 睡觉去呀